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挺熟悉的 因为他就在耳湾的旁边 他有众多的优势 那么托尔兄弟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城市去开发一个这样的项目呢 首先森林湖跟托布拉德其实他们我们的观念是蛮契合的 我们都秉持了就是说我们不想只打造50栋100栋这种小社区 只是为了盖房子盖房子 我们想打造的是一个整体的大型规划的社区 那我们讲到大型规划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跟城市有非常非常多的契合 理念也比较契合 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社区 城市也同意了 我们是没有城市开发税的 所以我们在之后买房之后养房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我们的绿化比例 像我们托布拉德 我们最讲求就是一进门一定要挑高 有挑高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追求school village 我们不追求面积的 那更况是大型的社区也是一样 我们的绿化跟房子的比例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在每个小区都有规划自己本身的公园 然后就是说他们的公园里面当然有些是篮球场 网球场 或是说那个小孩子玩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们还更规划了一个叫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或是说会所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大到可以做足球场的公园 所以我们每个小区都有小公园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大公园 所以整个大型的社区 500多户面 我们总共是8到9个公园 其实算是蛮多的 就是整个这个Meados大社区一共有500多套房 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社区了 像以前托尔兄弟在森林虎也有开发一些其他楼盘 像帕克赛等等 其实也都是一直收入到很好的好评了 就是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 那其实它这个总体的价位其实比当时在尔湾的一些托巴塞 那些开发的楼盘总价上来说要低的 对吗 是的 因为它的平均单价也比尔湾的性价比 可能从性价比上来讲可能更高一点 其实我也一直觉得 如果说很多客人问我说 在尔湾这边投资或者是自助哪里好 其实我其实也挺推荐这里的 因为我觉得在尔湾的时候 如果是以后越来越饱和了 可能一些 离它最近的就是森林虎嘛 离这里 离尔湾最近 离尔湾就一条街而已 吃房成本又低 对 有很多人在乎这个地税的问题 可能这个森林虎就是地税很低了 一点零几的地税 对 我们这个楼盘最要追求的是说买得起要养得起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地税就1.05 那比起很多urban的新房子来讲的话 地税相对性便宜很多 有时候一个月大概可以省到将近1000块一个月的离税 那很多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社区是打造了全绿能的社区 所以价钱都已经包含太阳能了 不是出租的是买断的 所以等于说变相性的每个月的电费都可以省到200块左右 对对对 尤其在加州阳光这么好 就是不能浪费这个资源 一定要有这个太阳能其实更节省 对 那么它整体的楼盘都会一直 其实利尔湾也是很近的 所以它生活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对 其实大家就想问的就是说附近有什么超市啊 plaza什么的 那我们旁边的话就是一个Hondipo的plaza 然后再过开车大概三分钟的话就是一个town center 那那边的话有Warmart Target什么都有 银行什么都有 那当然大家最想关注的是说那华人超市韩国超市呢 那我们当然是会用urban的华人超市跟产国超市来为主的话 开车大概是15分钟左右都看得了 就是其实森林湖内部其实也有很完善的配套 就是如果想要找亚洲视频的话可能要去尔湾 但是离尔湾又不远 对 所以其实它不仅是就是生活方 生活技能加上它的这个持有成本都有它的很大的一个优势 对 是的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身后这个图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MELOS总体的一个规划 对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知道它这里面一共有6个紫社区 可能就了解关注这个盘的客人呢 也知道现在没有样板间 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要靠自己去想一下 或者是可能会有点迷茫 所以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整张图 大概是什么楼盘在什么位置啊 或者是它的一些风格特点 那现在这整个图就是这个MELOS的一个规划图 是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一个紫社区 对 整个社区的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走得到了 都不需要太开车 因为我们有步行走过从Evergreen 譬如说这个位置走过去的话 其实大概10分钟之内都走得到 那其实完全是可以走路进来 然后看顺着这个图进来 这个是主路口嘛 进来这个县市它的一个绘所 那绘所里面大概有什么 首先来讲我们就是 我们的设计就是想要主路开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的是绿化跟绘所的现代风格的绘所 那绘所我们是按照奥德山庄 奥特尔等级去盖的 也是同样的团队跟设计师去做的 然后首先你们看到他们会 网站上有比较明显的就是会有四个水系 那水系故意名就是游泳池跟SPA池嘛 一定会有四个 那一定会有一些就是BBQ烤箱的地方 然后供给客人就是休息的地方 这都是有的 那中央公园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面积比例 大概已经容纳了 将近20套30套的房子 所以这面积是非常大的 那提到这个的话 我们刚刚再提到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的每个小区里面的公园 那Towbrother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一下说 Towbrother跟森林湖的观念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在于说是 我们基本上是放弃了五套房子 五套房子的面积去盖每个小区的公园 那很多很多建商相信他们都是 直接把盖好盖满 盖满五个六个 盖完以后就是跟你讲说 没有中央公园你可以使用 没有住场可以使用 所以他们问的是 我们建商决定就是说 要创造整个是绿化 整个是让大家可以从家门出来以后 真的搞不好走十步路 五步路就可以到公园的感觉 也就是说 其实住在哪一个紫社区里面 旁边都可以有很近的公园 你就不需要从这边一直要走去那边才会有公园 这样就更方便了对吧 那现在这六个楼盘的话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小面积到最大面积它的价位 首先来讲我们可以看左边这边的话 Villow 是最小的 那 Evergreen 是最大的 那我们先从最小来讲到最大 大家会比较了解一下 Villow 跟 Oak 我们之所以看到他们是在一个整体的规划 是在一起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其实占地面积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房子面积比较小的话 院子通常会大一点点 因为在地面积是一样的话 你刚才房子的基地通常来讲话就是说 小房子的基地比较小 所以相对性的院子会大一点点 那 Oak 的话 它室内面积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它院子会相对性小一点点 不过基本上都是蛮适合居住的 那为什么我们建商采用的是这种 Full Pack 就是四个类似那种中国的田字型来打造方式 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的做法 在根据院子不会太大的情况下的话 你的主卧室你的后院 跟别人的邻居的后院不会直接对在一起 不会面对面 对 那我们你也知道 其实不只是华人或是美国人 他们其实都很在乎隐私的问题 他不希望就是主卧室跟主卧室靠得很近 所以这也是说所有的房子 主卧室后面基本上是配的是车库 或是secondary bedroom 而不是说主卧室 这样还是有彼此一些隐私在的 那 Oak 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同一个销售团队 他们在负责的 因为款式是比较一致的 那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的话 就是他们的小区的公园 我们也是一样放弃了将近四套六套 去做这公园 所以造福了这十几套来讲 他直接是不用穿过别人的房子 就可以直接走入到公园 那他这个的价位大概是在什么 价位区间的话 我们在官网 tobrider.com都会有 那区间的话 我们在四舍五路讲一下 就从120万到130万区间 120万 其实这一片 是的 这两个户线 对 那么他的物业费呢 他都是独立屋 对 全部都是独立房 然后物业费来讲的话 就是说The Willow 跟 Oak 比较特别 跟其他四个比较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前院跟Share Dryway 他们是HUA负责的 所以他们的HUA会高一点点 会大概高28块 可是全部加起来的话 还是大概300出头 好300出头 那我现在像第一期已经开始 已经慢慢受光了 现在是排队第二期了开始 那第一期大概是从什么位置 第一期来讲的话 The Willow 跟 Oak 我们都是以顺时针为走 第一期来讲是1到10这个位置 每一期是10套 每一期不见得是10套 第一期是10套 可是接下来可能是会5套5套的法 就每一次可能会改变 但是他现在的销售顺序是这样来的 对吧 就这样往这边走 那么他的 他这个的销售顺序呢 销售顺序的话 是从这边 然后顺时针往这边走 哦 对 OK 所以大家可能要 当然现在排队的人很多 对 现在我知道在 目前整个社区加起来 我们有超过3500分的排队的人 就是有意向去购买 对 一共500套 但是有3000多人在排队 但是也不一定说 就没有机会买到 还是有机会 大家都已经还是有机会买到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很多人搞不好 他们有可能在考虑其他楼盘什么的 像是意向 不代表说他们100%一定会买 所以不用去说 大家现在体验他买不到 是一定的 应该都会买得到了 只是看前后期的问题而已 对 可能 对 还是早排队早有机会进场 那当然 有这个选择权 是的 再往后面一个楼盘的话 那再来我们讲到 那有 Parkland Parkland的话他比较特别 刚刚Willow跟Oak是两层楼 那Parkland的话是三层楼 那他比较特别在于说是 他也是唯一 紧邻着学校用地的旁边的 那当然是这块地 是还没盖好的学校 可是只是说 以后盖好的话 他是暂时离学校比较近一点点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盖好学校 我们今天就不先提学校 那一样的道理 他也是盖了将近花了 大概六套七套去盖 可是这playground 是给小孩子的公园 那也是蛮好的 他也是唯一一个三层楼在附近的周围 撇开Rayu来讲的话 所以基本上 他三楼的调空 就是调空 就是 视线会比较广 比较广 因为他比较高 旁边的这些都是两层 它是三层 是的 然后那边那个也是三层 这边的话是可以选择两到三层 有两层也有三层 但是大家都是独立屋的一个产权性质 那他的风格呢 会是说是现代风吗 整个五百多套 这我们也是蛮自豪的 都是Tobar的设计 Design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掌控 所有的现代风格 就是掌控它的外观 所以我们这五百多套 都是盖现代风格 那现代风格 有分三种现代风格 一种是加州式现代风格 一种是意大利式现代风格 一种是地中还是欧式风格 那就是看大家的喜好 那当然每块地 有每块地的户型跟风格 我们已经确定好了 只是说因为户数多 所以大家选到了 他们喜欢的款式 或是外观 都还是有机会选到 因为选择也更多 是的 那比较 因为它没有样板间 所以很难说 大家要想象一下 那有没有说以前Tobar的 比较类似的一些样板间的风格 可以跟哪一些能靠上去 对 我们先讲Willow跟Oak 其实在Bacon Range 我们之前在森林湖开发的盘 其实很多都是有类似这样子的 那只许他们样板房卖完了 那只是说大家可以从Porter Range 去Porter山庄那边 在Lway那边 可以看到类似的风格也是有的 那其实最近的话 如果大家就是 大家住在 Elvian Lake Forest的话 那其实你们去看Bacon Range 都是有类似的风格在 然后他们之前的社区叫Crossing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Popland的话 比较像是我们近期在 San One Capitano推广的楼盘 一个叫做Hupperview的 Hupperview是三层楼的 那这个户型可能会小一点点 可是一样是三层楼 室内风格也是比较像 对也是比较一种现代风格的 然后外观 那我觉得说大家在于Hupperview 那个外观来讲的话 是蛮受欢迎的 所以是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盘当时也是在海边的 那个楼盘很受欢迎 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三层 对啊 然后蛮特别的 这三个社区讲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讲到另外三个社区 因为这三个社区的话 他们是比较算是比较同款式的 只是一楼二楼跟三层楼的差别 那我们就三个讲 那另外三个的话 我们就再分开讲 Rai Wu的话 它其实就是 The Oak跟Parkland的算是综合版 就是两层楼来说的话 是比较像是The Oak 大概是2300尺到2500尺 那如果是加三层楼的话 就可以到3000尺左右 2900到3100 所以就像Parkland那样子 Parkland会小一点点 所以这边的话是比较 跟Arigan McNorny的房子设计是比较像 就是说当你的房子车道出来的话 你直接可以到街 而不用说走不到 就是说还有一个Shared Driveway 或者说有个Alley出来 那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像是Single Film 就是大家传统中觉得说是独立房 大家全部都是独立房 只是说这是比较 大家心目中觉得说很喜欢传统房 那Rai Wu来说的话也是一样 它是两条街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说在一个回圈里面 对一个回行的 对那总共是75套 那也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嘛 中间中间也是有个中央公园 然后它虽然说离会所相对性远一点点 可是其实还是走得到 因为我们我们都有实际上走过 我们从这边走到这边的话 大概也是大概5到7分钟 其实也不算很远啊 那旁边是有个足球场 那这也蛮好 对 它有它的好处 它靠着足球场比较近 是的 它也销售销售的话 也是成这样按了 它是从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Holy Leaf 这边来讲往 往逆时针走 往下走 按照上面这样子 这样子拉一个圈过来 是的 那它这个就是像这个就是传统的 比方说每一栋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进处 像这个 而且这种是因为似乎 对 这个的话就是似乎似乎 然后这个话是有给Holy 就有个Holy 这样子 是路口的 因为我们讲 之所以讲Holy 跟不是路的话 就是它这条是没有揭的 没有揭明的 那刚才我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这边有两层的 有三层的 对吧 对 然后那那比方说这块地我是可以选择说我是盖三层还是盖两层 建商基本上他们的销售都已经先规划好 所以那应该是两层三层的 那是在前面三期规划好 后面几期还没有规划了 因为我们当然是要看大家的接受程度说对于是两层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还是三层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大概前面三期都已经先固定好了 跟后面几期是还没有 看一个销售的一个反应 看市场的反应是三层跟什么还原 还两层跟什么还原 但是如果说排到这里已经规划好了 建商会告诉说这个是三层的 这个是两层的 让到时候看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两层三层 三楼有三楼的好处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附近如果周围都是两层楼的话 三楼视野是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加上饮食性会好一点 可是问题是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两层楼他们还是比较prefer 因为他们不想要爬楼梯什么的话 那当然是个人的想法的问题 那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现在在做大数据调查 那一旦调查出来好以后 我们大家接后几期会比较做比较对话 对 那接着往这边看你负责的应该是 我目前负责的是最大跟第二大的楼盘 就是Evergreen跟Magnonia 那我们先讲到Magnonia好了 Magnonia其实Evergreen和Magnonia 我们可以一起讲的原因是因为 它就是以中央公园跟会所两边的社区来打造的 那当然一进来的话 我们大概也知道就是他们价位相对性高一点点 那我们先讲Magnonia Magnonia它的价位大概是150万左右起 那它的特色在于说是 它不只是面积是有2800多次到3100多次 然后可以加所谓的Master Ritual Conservatory面积 可以往上冲到3300次之外的话 它的地块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总共是122套 可是问题是它从1号到51号 后面全部都是没有邻居的 因为它都是把边的 对 因为现在买新房子来说的话 尤其是现代风格的设计来讲的话 后面有没有邻居其实大家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对对对 尤其是现在寸土寸基的大尔湾地区 不然是尔湾、塔斯汀或森林湖 基本上新房子的院子说真的都不会太大 可是问题是有没有邻居 因为我们要用空间代替效果嘛 那整个如果是后面没有邻居的话 整体感觉会大一点很多 视野、光线可能有的人很在意这个问题 对所以1号到51号后面是没有邻居之外的话 更不用讲说80、81、82 是几个地块的 这是可以穿过两条街的 对 那这个的话在于整体的感觉 你进去的感觉跟视野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还有111号 它是被三边围绕的一个房子 它就感觉像是住在这个公园的 那我们都开玩笑讲说 建商花了大概几百万帮你做造景 那其实是蛮好的 那再提再提回来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就是中央公园会所在旁边的话 他们创造的就是说 这一排从52到63一号 就是这边总共穿过15套房子 是直接可以走入到中央公园 直接走入到会所 不需要穿过别人的dryway 不需要穿过别人的房子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于很多很多当地人来讲是他们的梦想 因为他们想要带来小孩 直接走入到公园 然后直接走入到会所 然后或者是说家里有些 就是说三代同堂 爸爸妈妈也许从国外来 他们没有开车什么的话 他们还是可以带孙子孙女来这边公园玩 这是他们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也因为这小区本身自己带自带一个公园 所以也造福了这周围的10套房子 这些很方便过来的 那他们也是一样 不用穿过别人的房子就可以直接走到公园 那这对很多很多人当地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加分的 那这个小区 McLonia跟Evergreen 又有另外一个特色 他们的街其实是蛮多的 1234567 七条街的设计 所以导致 因为有街的话就一定有边间 所以导致他们 因为七条街的关系 总共122套里面有26套是边间 那其实对于在新房子来讲的话 最长最长的设计反而是像这样的设计 是两条街 很多很多不管是Orange County 在LA 甚至在Inan Empire 在Chino那边的话 他们通常都是 建商都是设计 就是两条街 然后一个小社区 然后一个社区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创造的编户 顶多就是四套左右 地形的限制 那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这样的设计 所以创造了有25套以上的编套 所以编套来讲的话 编套的好处不在于说是他们少一个邻居 而在于说他们编套的旁边 是有HOA或物业管理 帮你做好绿化 所以导致你会在整体的视觉效果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63跟62 其实他们的面积是一样大的 可是因为他的小区帮他做好 而规划以后 63的整体感觉再造好的感觉 会远远大于62号的整个宽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喜欢想要买编套 但编套相对性贵一点点 那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刚提到所有的优点 就是122套里面就55套 后面是没有邻居的 那25套以上是直接走到公园 直接走到会所 不需要穿过别人的车库 那还有26套以上是编户 那我觉得我们才122套 我们刚刚讲了 这么多优点 对就算有重复一个时候 大概大于80套以上是有这些优点的 那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小区 那更不用讲说78 79这种大的地块 还有几个大地块 那像这一条我们现在看到 它就是后院嘛 后面这边的话是一个trail 是一个绿化的人行步道 所以他们那个看出去的视野 就是一排的树 很舒服的 不会有任何的建筑什么的 就是一排的树 很漂亮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 这边真的有很多 就是非常好的地块 可以给大家去选择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们这边的话 就算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 后面有邻居的 他们其实院子还是蛮深的 是是是 我们从这个地块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是的 地块还是蛮大 对 那这一边也是最大的 对 Evergreen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老话 就是一句话就可以结束 就是 它就是整个社区500多套里面 最大最大的户型 那如果客人或是说朋友 想要买最大的户型 就只有Evergreen 它的面积大概是 它的面积从3400到3600尺左右 那可以 也可以 可以把conservatory 把加州洋工房包进来 也可以把主卧社拉大 所以它最大的面积 可能到3800尺左右 那只是说 其他小区不管它怎么加都不会超过3400尺 所以这也是说他们是可以到达 3000 400尺到3600尺 这是它的最大的卖点 它就是最大的 对 像如果它想 大家想要去改变它的这个格局 就是要在它建房之前 然后我们设计的过程当中 说我想要把阳光房包进来 或者把 我们前面三期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盖房速度 叫房速度 所以前面三期的结构 我们大致都已经定好了 那未来的话我们还是等上层的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让客人选择他们的结构 或者说我们可以 或是我们 因为现在大家的反馈是说 我们帮他选好一些东西的话 他们是蛮省心省事的 对 那我们就是看 都是走大数据分析了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Aerif Green 讲法 当然我们讲完豪气的话 就是它最大之外的话 我们还是要介绍这个楼盘的位置 它就是相对性是相对性最好的位置 第一个 它是被其他小区包围的 所以它并不会有任何的街的草生 或什么的 那这是它的优势 那第二个就在于说 它也在中央公园的旁边 也在会所的旁边 那中间有个小公园 所以我们用着Magnonia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它也创造了一排 是直接可以组到公园 走到会所的 将近十几套的房子之外 我们也因为它小区的小的公园来讲的话 也创造了十套以上 是可以直接走到自己本身小区的公园 所以创造了总共二十五套以上 是可以走到公园 走到会所 不需要经过别人的车库 这是第一个优势 那第二个的话 它也是跟Magnonia很像的 就是从十三到二十五 从101到114 这两排位置是后面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也是大过 也大于将近三十户 那当然不用讲 还有三十四号这个位置 那对那这些的话 都也是跟Magnonia也是一样 有超过三十多套 是后面没有邻居之外的话 它们的格局跟路阶的设计 也是跟Magnonia一样 我们也来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是一样有总共七条街的设计 所以也变相性的 跟Magnonia一样 是它也创造了将近二十五套 以上的编户 所以它总共是一百一十四套 我们先不讲说像七十六啊 七十八 对这种地的大的比较来讲的话 它也是有超过三十多套 是后面没有邻居 二十五套是有编户 然后二十五套以上是开始走到公园 所以是将近超过一半 是有它的优势在的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们院子本身来讲的话 还是相对性大一点点 展地也会更大一种 那么它这个价位 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百 那个是一百五十万起的话 这就是一百六十万起 也是这里面 可能目前来讲 因为它面积大嘛 所以它总价会高一点 我们还是按照单价来算的 那只是说 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跟大家这边解释一下 这一次小区来讲 他们的价钱已经包含了蛮多升级的 首先他们的价钱已经包含了冰箱 包含了太阳能 包含了结构 因为传统来讲的话 Top Brother在标准标配来讲的话 它的推拉门通常只有一个推拉门 而不是两个推拉门 可是现在 像譬如说 Evergreen和Mendonia 它的标准的配备都已经包含了两个推拉门以上了 那其实这是蛮大的优点 那除了结构升级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做了电路升级 所有的房间的灯啊 那主要是 就是说客厅的灯 我们都还是一直帮你加好了 然后车上的车库里面的车充 我们都帮你加好了 目前来讲 前三期都是按照这个路线来走 那我觉得是蛮好的 因为客人他不用再去担心说 价钱之外 为什么还要花多少多少升级 那问题是 我们还是打包吱的传统 就是说 客人还是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地板 台面 然后柜子 或是楼梯那种款式 或是说 这种个人喜好的 个人喜好的还是可以升级啊 那当然是选择 如果高级一点的话 可能要加点钱 可是除之外的话 我们就算是标准的柜子 没有六种颜色 可以让你选 那就算是标准的地毯 也是五种颜色让你选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想打造 就是说 客人算是选择是同一个房型 哪怕同一个外观 我们光是外观 同一个外观 没有三种不同颜色 可以 就是不同的设计 所以我们在外观上 你要找到跟一个同样 一模一样 已经很难了之外 当你进去以后 你要找到 跟你一模一样的房子 也很难 因为我们就想打造 每个客制化的独特性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是 偷拨了一贯的作风 我们不想打破它 对 就是想要说 让整体的社区的品质 都比较高一点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总结一下 它这个边 我们今天说价位是 123 这边是123 然后这边大概是 130 140左右 然后这边是 如果是两层来讲的话 大概120 130 如果三层起的话 大概是140 150 那这边的话大概是 它是2,800多尺到3,100尺 是从150起 然后这边是3,400到3,600左右的话 还会包含下三层的话 是大概 还会包含其他的面积加的话 是大概160 160 都是独立屋 刚才有提到这边的物业费会贵28 这边的物业贵费 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他没有维持前院的话 其他小区的话 最高最高不超过290 最低全部房子 全部建完的话是244 那我也是我们有规定 说说不可以超过290 那这边的话 就是在所有的价钱上面的话 再加228块 所以大概是不超过320块左右 那都是独立屋 对 然后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不是封闭小区 不是封闭小区 因为当初我们建商跟森林湖 在签约就是开发这个楼盘的时候 他们有讲说像这种公园 像这种中央公园 或者是足球场 是给整个城市使用的 所以有公园的关系 加上有学校用地的关系 我们是可以把它封闭起来的 有这些公共的这种 那当然会所属于我们自己 但小区里面的居民 是还可以使用的 其他人不可以使用 对 那刚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提到风格 刚才有说到这两个楼盘 比较像是 比较像哈勃Viu那种现代风 那么这三个楼盘 其实这边来讲的话 那我们这边提到 这边我们先讲三层楼来讲 三层楼跟Parkland 其实就是也是跟 跟哈勃Viu很像 三层楼的 那我也有差别就是说 那边是有Alley的 然后这边是独立出入口 那其实那再来就是面积 面积可能大家差一两百尺 可是其实他们的风格 整体风格 就像哈勃Viu那种三层楼的风格 那除了两层楼的话 就是比较像是 在Portus三章 那边有几个 就是说大概两千三百尺 两千五百尺 他们这种独立出入口的 是比较按照那个风格来做的 但是在Orange County这边的话 是比较少 因为Orange County 我们当初的设计 通常都是三千尺以上嘛 是比较少这种两千出头的尺 那再回到我们 Meglonia Meglonia的话当初就是说 现在Portus三章 也有类似的风格 也有 那只是它那边样本 还没盖好 不过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按照之前 前几年的设计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偏向 就是Baker Ranch 有个叫Trail 那我只是讲说面积跟设计 只是说外观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讲了 这是比较创新的 现代风格外观 那之前Baker Ranch来讲的话 他们是比较传统式的 不是现代风格 外面看起来是不太一样 对那当然里面 里面来讲的话 楼梯的设计啊 什么还是走现代风格 比较一点 那之前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我们还是想打造一些 不同的区分 那Aero Green的话 就是说就面积来讲的话 Portus三章 那边现在有开几个楼盘 是类似这样子的面积 3400次到3700次 那如果要讲说 近期在Orange County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偏向于Baker Ranch的 譬如说是viewpoint啊 只是说它的差异度 除了面积之外的话 就面积相似的 只是说差异度来讲 还是外观啊 整体里面的设计 还是比较走现代风格的设计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户型 其实很多 就是Turbuzzer感觉 就是很大气 很好整的这种感觉嘛 那哪一个户型是有调空的呢 其实我们每个小区或多或少都会有调空 那只是看调空的大小跟位置来讲差别的 那基本上像我们负责的Aerogain Mannolia的话 都是一进门都大调空 那这张是他们 你进门是调空 对那我们在我们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之前卖房的经验来说的话 一进门大调空加上客厅的推拉门的设计的话 整体的空间感或视觉感会整个拉大起来 让你感觉就是说三千尺的房子 三千多尺的房子 像四千多尺的房子的效果 因为加州本身来讲天气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到后院的那种调空感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因为人的视觉是跟随着你的空间的大小去掌控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一进门有调空的感觉 加上视觉就是说前面无遮挡就是前面推拉门 把你的整个感觉是 视线延伸了 对而不是说你一开门就进去就看到一堵墙的感觉 所以现在为什么在很多建商 不只是Torbrother建商 其他也是做open concept 就整体感觉的话 我们是要让你整个视觉是开放的 对因为像我们客人 就是很多都是大推拉门 对Torbrother的这种喜欢 就是大推拉门啊 调空啊 这些都是非常受我们客人 是的 我们的话楼层高度的话 大概是一楼全部都是集体规划 就是十尺的高度 然后二楼它是九尺 我们其实看这小区的图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们的设计都是很多绿化 这些绿化不是说真的随便乱点的 而是告诉你说 你的家门口可能有些树啊木啊什么的 然后是绿化 像这种黄色带的话就是人行道的意思嘛 就告诉你就是说 其实你们担心说 房子离小区的路会不会很近什么的 其实你们中间都有些buffer 都有些绿化去做的 譬如说这一排来讲 它的小区的绿化 其实很多很多都已经大于路的一半 甚至大于路的两倍 建商有把这块空间流出来 都是流出来做绿化的 是真的真的是蛮重要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就是说 如果GINNY之后带客人去看现场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建商其实真的是蛮用心的 因为城市其实也参与蛮多 蛮多次这次的小区的规划 他们都有带入他们的想法 譬如说当其他人不坐在这小区的时候走在路上 看到这个市区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 是他们非常非常在意的 他们想要给当地居民看到 就是说城市有在做事情 不是只是一位人跟建商想要卖房子什么东西的 不是的 我们是要设计就是说整体的感觉 整体现代感觉 是有把整个森林湖整个年轻族群整个拉起来 那我之前有去这个地块看 目前还是一片空地吗 对目前都还是一片空地 我们的Sales trailer基本上快盖好了 那只是说除此之外的话 这边是吗 对那除此之外的话样板房 大概都是到明年大概五月份左右才盖好 明年五月份会有样板间 那么它交房第一期大概 第一期交房大概是明年暑假左右 然后第二期第三期应该都不超过明年十月左右 就第一前三期大概都会在明年 十月之前 十月之前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这样 我们不太敢办 讲的太准确 太准确的原因是因为谁知道会不会下雨 对对对 有一些可能延期啊或者是可以理解有可能的 那么很感谢Sky今天帮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解答 如果就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 然后进行排队购买 然后虽然现在市场很火爆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买到这个 进入到这个盘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尽快跟我们联络吧 谢谢